第二部份,我們討論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它本身也有分 Part 1, Part 2, 或者先說 Part 1 上一課所說的 MVT 其實這裡都用得回 我們稍後看看如何用 先看看我們的 Theorem 說些甚麼 它說世界 F 在某一個 Interval 是 Continuous 沒有斷開的 只要你滿足這個特性,它就一定有 Anti-Derivative 譬如我們在 Interval 抽任何一點,然後叫它做世界 A 我們就可以定義它的 Anti-Derivative 叫做這一條式 很特別的,你看到是一個 Integral 然後那個 Variable 會在 Upper Limit 位置 可以嗎?裡面是 T 但頭頂是 X 基本上你以後看到這樣的樣子都知道跟它有關 跟這條式有關 那它代表的意思是甚麼呢? 你可以看一看下面的幅圖 其實就是由 A 到 X 之間的 Area 是多少 所以大加 F 和 S 其實是一個 Area Function 它就說只要把大加 F 和 D 一次 就會變回小加 F 用下面的方式來寫 你會看到 D 和 IN 好像是互相抵消 給你本身的東西 可以嗎?它想帶出這一塊東西 你 IN 完再 D 其實可以互相抵消 你先看看如何使用 譬如這個 你一看到裡面是 T 做 Variables 但頭頂是 X 這裡是 D 和 respect to X 就和 F 和 C 一有關 做法很簡單 你把 X 放回 T 裏 然後其他東西全部拆掉 剩下 X 三次 這就是你的答案 再來下面這個例子 這次也類似的 你看到 T 和 T 但這個位置 X² 不是等於 X 你要做一點手腳 雖然都是和 F T C 一有關 但我們未必直接用到 我們先把 F 寫回 X 版本 X 版本 那麼 F T C 1 告訴你 你 D 其實就是扔進去 所以等於 Sine X 但其實現在這一條式 是 F 裡面放 X² 所以你 D 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是用 Train Rule Train Rule 所以你後面多了 2X 然後你就想一想 什麼叫做 F' 和 X² 就是把 Sine 代回 X²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 2X Sine X² 用法很簡單 這個意思也很容易理解 就是 D 和 E 會相抵消 但如何正確呢? 就比較難一點 我們假設 F 是 Well Defined 那麼我們先寫一條式 就是 A IN 到 X F T D T 它是一個 Area Function 我們一開始的 Assumption 就是 F 在某一個 Interval 裡面是 Continuous 我們在裡面抽個 A 出來 另外再抽到 X A X 的範圍當然會 Continuous 因為它只不過在你一開始的 Interval 的某一部分 可能那個 Interval 我稱之為 i 大家 i 然後我們 suppose X 不是 i 的 End Point 因為 End Point 的話 你找 Derivative 其實要是單邊 可以嗎? 要不就是 Left Hand Derivative 要不就是 Right Hand Derivative 不過我們不理會 我們就當在裡面 那你就用 First Principles 去找它的 Derivative 那右邊那條 Set 其實是說 大家 F 括弧 X 加 H 減回大加 F 括弧 X 除回 H 可以嗎? First Principle 然後你將 X 加 H 代入去 看到嗎? 然後 Fx 你就抄回自己 當然了 你 0 代入去墳墓 其實是會炒粉的 因為墳墓不可以 0 我們先做一個步驟 我們 Definite Integral 其實是可以把上下列文 倒轉寫的 只需要你把符號 加到前面就可以 所以負負得正 可以嗎? 你就可以調轉 另外你留意 你現在是 X 去 A A 再去 X 加 H 你的起點其實是 X 你的終點是 X 加 H 你可以合併 變成由 X in 度 X 加 H 可以嗎? 那你負負的 H 我放在旁邊寫 寫作 1 over H 然後我們就嘗試 把這個Integral 用回NVT 我們知道會有一點 叫做 T スター 在 X 和 X 加 H 範圍之內 Such that 這個長範圍的面積 就會等於這個Integral 對不對? 這個是Rectangle面積 但你 X 加 H 減 X 其實就是 H 好了,再下 所以你這個Limit 可以寫作這個樣子 我們兩個H 相約 離得回 F 和 T スター 那留意一下 你的 T スター 其實是在 X 和 X 加 H 之間 所以如果 H 吹向 0 其實你的 T スター 是會吹向 X 的 因為你在說兩點的距離收勢 你的 T スター 會慢慢迫回 X 那裏 我畫一條數線給你看看 X 在這裡 X 加 H 在這裡 你的 T スター 可能在這裡 如果 H 收勢 即是說這一點迫回 其實你的藍色點也會跟著迫過去 所以它是趨向 X 由於 F 是 Continuous 你可以直接代入去 這樣想 也就是說答案是 F 所以你計算完之後 你就會得出 原來大加 F D 一次 就是細加 F 就是 F 如果你說 X 是 Interval I 的 End Point 你自己把 T スター 即 H 吹向 0 變回 0 正 或者 0 負 0 正 或者 0 負 可以嗎 其實就做完了 不過這裡可能是 skip 了 其實這個 Proof 大家都是看一下 就算數 適用是最重要 有個 Summary 它就是告訴你 原來一個 Function In 了之後 再 D 回 是可以變回自己 這個是 Part 1 所說的 那 Part 2 就留下一段影片說 我們下條影片見